40 年後,我們開始建造《The Ark》 當時是一個試驗 由 Splash Damage 與 Perseista Softworks 合作開發的 FPS 新作《邊境封鎖島》 馬上就要發售了 而在發售前,官方也釋出大量的影片讓玩家觀看 在遊戲內,玩家將在海上都市展開人類的生存競爭 遊戲包括單人模式、多能協力模式 以及最多16人的對戰模式 而不管是何種模式,玩家們都會養成自創角色 在遊戲內大顯身手 《邊境封鎖島》故事發生在由數百個小島 所組成的海上都市,ARK 此時地球受到了全球暖化的影響 使得大量的難民流入ARK 原本一直維持著相安無事的狀況 在經過了20年的歇業後 原住民子孫以及外來隱民營居住權及資源分配 而產生嚴重的對立 這是爆發激烈戰爭 而玩家必須選擇其中一方勢力同身戰場 公眾最喜歡的 公眾最喜歡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